所以剛剛的地方 如果假設你做錯了 比如說像有同學 應該會遇到類似這樣的狀況 因為常常遇到的狀況就是 可能他選的範圍 比如說年齡應該是選這個 假設年齡選錯了 他可能選到這裡來 這個範圍是錯的 打勾一下 這個好像不允許 假設年齡儲存 他說什麼 公司有錯 比如說範圍 假設我這個範圍 我給它故意改成不對的 這個好了 年齡應該是在清單的範圍 可是我只有選其中一個儲存格 你如果把它關閉你會發現 假如你出現這個錯誤 這個還蠻常看到的 就是它的錯誤是請開頭的 REF就是找不到參考 有沒有 然後呢 NA的話是哪則被找不到 所以如果你假設看到這個 你直接就先檢查哪裡 檢查名稱管理員 裡面的這個籃叫年齡 你就檢查年齡 年齡看看有沒有 錯了對不對 那怎麼改 很簡單 把這個範圍改成B2到E5 改完之後呢 再打個勾就可以了 這樣就改完 改完之後你只要關閉 這邊應該就恢復正常了 看一下 有沒有 就正常了 大概是這樣 所以如果假設 你看到 因為這個狀況好像蠻常發生的 同學好像奇怪做 奇怪怎麼都不對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今天的這個 其實你會發現只要把這個公式 把它做出來 那當然我們主要用到幾個 第一個是V的函數 第二個是定義名稱 第三個的話就是Indelet 有沒有 然後把它加到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利用上面它的 它的欄位名稱 幫我轉換出那個範圍的話 那其實主要就是什麼 就是用這樣一個方法 然後你向右向下就OK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啦 有同學可能會不太了解 什麼叫Indelet函數 如果你想要深度了解 你可以在旁邊練習 比如說 這邊插入函數 Indelet 然後你只要找到 給它 比如說這個名稱 性別有沒有 它就會幫你把那個 那個範圍的資料抓過來 按確定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所以它其實是做什麼 所以Indelet這個函數 它背後其實只是說 你只要給它一個名稱 有沒有 它就會把這個名稱 去名稱管理員 確確一下 有沒有這個名稱存在 如果有的話呢 它就幫你把那個名稱 所對應到的那個範圍 幫你把它抓到你要的位置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所以Indelet以後 其實可以做蠻多事情的 它可以把一個名稱 去名稱管理員找找看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定義名稱的話 確實是可以用Indelet 但因為這個函數 算是比較少人會用 我發現其實會用的人還真的不多 你們也可以自己Google一下 網路上好像分享的倒也沒有太多 但是工作上用到我是覺得還蠻好用的 這個順便跟各位說明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最後我是希望 假如做完之後 那每天如果還在做一次 還在輸入公式 向右向 其實也不會已經比剛剛那個 這個圖法鏈剛快實在太多了 但是呢 有的時候呢 最好是一個完整的 怎麼樣 如果你今天希望 讓它可以更完整 就是說 以後呢 甚至你連輸入公式 都不需要的話 那最後我是希望 可以把它錄製成聚期 所以喔 最後請各位練習 錄製兩段聚期 這個好像之前我們有講過 那其實很簡單 這個不用寫程式喔 但是你需要會錄製聚期 這個好像前面我們做過類似 那兩個聚期 第一個清除 OK 這個清空了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呢 按下這個 它就可以幫你把這個裡面的公式又輸出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其實 不是叫你用自己寫程式的喔 這個不是寫VBA喔 這個用錄的就好了喔 只是說錄製的話 要怎麼錄製啦 OK 那其實 道理也蠻簡單 就是錄兩個聚集 那這兩個聚集喔 這個 我不知道上學期 我們有錄過聚集 但是不知道各位是不是 已經還記得嗎 你要錄製聚集的流程 第一個先彩排一下 第二個再錄製 第三個呢 就讓它執行看看 然後最後的話就加按鈕 最後如果說你比較細心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加一個註解 那我再演示一下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 把這個公式做完 然後錄製成聚集 大概今天的進度也許 大概先就到這裡喔 怎麼做喔 這個有點是複習上學期的啦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開發 那我們先做彩排好了 所以你剛剛的公式先不要 不要刪掉 然後第一個 第一個按鈕是什麼 油標先放在B2儲存格 然後上面打個勾 為什麼打勾 把公式輸入進去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向右拉 拉到底之後呢 再向下點兩下 OK 好 這樣就完成第一個聚集了 所以你 我剛剛是彩排喔 剛剛等一下就是錄製的話 就錄這幾個動作 應該還記得吧 1 油標放B2 打個勾 OK 2的話向右拉 拉到O的地方 3的話呢就是向下填滿 OK 其實也蠻簡單 三個動作而已 好 第一個按鈕 第二個按鈕是清除 清除是什麼清除 1 油標放在B2 所以喔 兩個聚集的開頭都一樣 那第二個動作是選到右邊 怎麼選到右邊 還記得那個快速鍵嗎 這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把這整個範圍選起來 就按Delete 好 就完成了 所以 也應該幾個動作 1 油標放在B2 Ctrl Shift向右 一個 Ctrl Shift向下 兩個 所以 B1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然後最後按Delete 所以四個動作 好 那我們就要把這剛剛的動作 最後變成聚集的話 開發人員 錄製聚集 那這個聚集叫什麼名稱呢 我給他取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問卷調查聚集好了 OK 所以我就是把這個名稱加上去 問卷調查 好 這樣 問卷 沒錯 OK 好 再來就開始錄了 開始錄就不能NG了 所以 把剛剛做的幾個動作 再做一遍 按確定 1 我把它覆蓋好了 1 油標放在B2 油標放B2 2 不 2是打勾 打勾 所以油標放B2打勾 然後 向右拉 空點向右拉 拉到歐欄 好 放開 這個是第二個動作 油標放B2 公式打勾 然後向右拉 第二個 第三個向下填滿就不用向下拉了 你就快點兩下 好了 錄完了 停止 那再來就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再錄一個清除聚集 所以 直接就是 輸入清除 然後按個確定 因為我這邊剛剛已經有了 我把它取代掉好了 OK 1 油標放在B2 Ctrl-Shift向右 Ctrl-Shift向下 然後按Delete 好 OK了 四個動作 停止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問圈調查聚集 聚集就會在聚集清單裡面 然後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就按這個 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清除看看有沒有 清除 有了 那如果這個有了之後呢 再來你就是怎麼樣 再利用那個什麼 再利用那個插入 表單控制項裡面的按鈕 然後把剛剛那兩個按鈕把它做出來 就完成今天的部分了 所以將來我需要按下它 有結果 按下它 有清楚 這樣就很方便了 以後你的工作是暗暗一點就好了 好上班了 然後 快下班了 下班的時候按一下 然後再把資料交出去 你就可以下班了 這樣其實還滿愜意的 OK 不過前提你需要做這些事情 好 請各位 今天最後的話就是把這個給存檔 存檔記得喔 記得一定要把它選擇佛 或者你用另存心檔 那一樣啦 你存檔的時候記得一定要啟用聚集活躍佈 如果你把它存成活躍佈 你剛剛寫的 你剛剛錄的聚集就會全部消失了 OK 好 試試看好了 再把它存檔 好 那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練習 做完之後呢 繳交到Porto 就完成今天的進度啦 那我們這個進度做完 其實好像還沒有結束 後面其實還 下個禮拜我們再來看喔 後面其實還可以再加那個樞紐分析表 因為如果假設你資料沒出來的話 然後你要 你就沒辦法做樞紐分析啦 OK 所以下個禮拜我們再來看 如何製作那個樞紐分析表 好